作词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现场以及线上的弟兄姐妹们 大家平安 非常欢迎大家回到圣殿当中 一起地敬拜上帝 请听诗人在诗篇七十五篇这样说 神啊 我们称谢你 我们称谢你 因为你的名相敬 人都述说你奇妙的作为 让我们一起地听预备诗 荣耀归于真神 并默想歌词 预备自己来敬拜上帝 荣耀归于真神 祂真旧大雪 为爱十年圣子 慈下独身子 献上他生命 为人赎罪受害 用圣耳力打开任何今来 赞开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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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天平主圣地 赞开主 赞开主 万民快乐高兴 自盖开主 赞开主 itte 厉害 like,落在一口 回来的赞开主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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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聚集在上帝这属灵的大家庭里 要感谢主的大恩 颂养主的荣耀 又为世人的需要祷告 恳求主赦免我们的罪过 求主施恩 使我们借着圣子耶稣基督 将自己献上侍奉主 我们若说自己无罪 便是自欺 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上帝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尽我们一切的不义 所以我们应当在全能的上帝面前 谦公认罪 让我们坐下 反思我们得罪主 得罪人的地方 让我们一起 全能的上帝 我们的天父 我们常在思想 言语和行为上 得罪主 又得罪人 又因自己的疏忽 本性软弱 当做的不做 不当做的倒去做 现在我们痛改前非 决心悔罪 因着圣子耶稣基督 为我们舍命 求主赦免我们 以往的罪恶 又施恩 使我们成为新人 尝试奉主 就将荣耀归于主的圣名 阿们 全能的上帝 愿意饶恕一切 真心悔罪的人 愿上帝连训你们 赦免你们 拯救你们脱离一切 所犯的罪 坚定你们的心智 加强你们行善的力量 保守你们得享永生 这都是靠着我主 这都是靠着我主 耶稣基督 阿们 慧众中 祝众请起立 作为蒙上帝 饶恕的儿女 我们也当彼此饶恕 让我们以 无接触的方式 彼此问安 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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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大灾前第一主日 让我们一起用本日注文 同声祷告 求慈悲的主 将赦罪和平的恩典 赐予信主的百姓 叫我们一切的罪恶 都得洗净 这都是靠着我主 耶稣基督求的 阿们 慧众请坐 我们这时请 于玉珠直视 来为大家读经 经文取自 路加福音 第十九章 第一节到十节 耶稣进了耶利哥 正经过的时候 有一个人名叫撒该 做税吏长 是个财主 他要看看 耶稣是怎样的人 只因人多 他的身量又矮 所以不得看见 就跑到前头 爬上山树 要看耶稣 因为耶稣 必从那里经过 耶稣到了那里 抬头一看 对他说 撒该快下来 今天我必住在你家 他就急忙下来 欢欢喜喜地 接待耶稣 众人看见 都施下一论说 他进到罪人家里 去住 撒该站着对主说 主啊 我把我所有的一半 给穷人 我若扼诈了谁 就还他四倍 耶稣说 今天救恩到了这家 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人子来 为要寻找 拯救世上的人 这是上帝的话 感谢上帝 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在开始分享前 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 今日我们聚集 围绕聆听你宝贵的话语 愿你的话语 越过仆人的口 向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 祷告祈求 奉考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据14年 美国《纽约每日新闻》报道 丹麦一名37岁的流浪汉 买了彩票 赚了60万美元 这对他来说 简直就是服从天降 作为流浪汉的他来说 平时他都是睡在垃圾箱的旁边 当肚子饿了 就翻垃圾找吃了 运气好 可以找到 咬过几口的披萨或蛋糕 运气不好呢 今天很可能就要饿肚子 然而今天早上 他幸运地在一堆烂菜叶中 放到了一些钱 于是拿着这些钱呢 买了一张彩票 因为在他还没有沦落到 这幅观景前呢 每个礼拜都会买一张 但也从来不多买 到了对照号码的时候 结果他七个号码全中 当天下午 他就成了媒体的宠儿 根据彩票兑现的规定呢 在以后的60个月里面呢 他每个月都会收到 一万美元的奖金 所以当记者将麦克风 凑到他脸上 问他中奖的感受 他茫然且震惊的一句话 都说不出来 因为他原本在饥饿边缘徘徊 如今却发现自己永远不会再挨饿了 那从这个流浪汉的故事里面呢 其实我们可以窥探到一丝恩典的痕迹 那什么是恩典呢 简单的来说就是 我们本不配 但却意外临到的礼物 对于一个流浪汉而言呢 恩典免费且白白地临到他身上 而今天我所要分享的主人公沙盖 也是经历了这相似的恩典 那沙盖的故事呢 想必大家都比较熟悉了 他是耶利哥城的税吏长 也是个财主 那在当时的罗马帝国呢 从事收税工作的人呢 一般都比较有钱 因为他们除了本身工作的薪资之外呢 还可以利用收税的机会来贪污敛财 而沙盖呢他是税吏长 是众多税吏的领袖 所以理论上来说他可以捞到更多的油水 加上当时耶利哥城 它是一个富庶 而且重要的一个城镇 是当时巴勒斯坦地区呢 最重要的磕税中心之一 所以可以可想而知 沙盖呢是相当有钱的 但尽管如此呢 他还是被他的犹太同胞所看不起 因为在犹太人看来呢 税吏就是在帮罗马帝国 向贫苦大众收税 是帝国的走狗和帮凶 是欺压犹太百姓的罪了 他们常常和妓女放在一起 被人所厌弃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 沙盖在当时的犹太人眼中 是怎样的存在 在民族的盼望和荣耀中 他被人看为是扎致和失散的人 是罪人中的罪魁 这样的人呢既不配来寻求上帝 也不可能来寻求 因为在人们的眼中 这样的人已经被自己的罪 被金钱的贪婪所充满了 然而正是这样的一个人呢 当他听说耶稣要经过耶利哥的时候 却执意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 为何一个财主 一个罪魁要来看耶稣呢 他是来凑热闹的吗 因为当时耶稣在犹太全地呢 可以说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人 他到处依并赶鬼 宣扬神果悔改的信息 所以耶稣走到哪里 哪里就有很多人想要一毒繁荣 那沙盖要看耶稣 会不会也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呢 还是他另有所图 那经文接着说 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 只因人多 他的声量又矮 所以不得看见 就跑到前头爬上山树 要看耶稣 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 那从这两节经文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 沙盖对耶稣的执着呢 不仅仅是臭热闹这么简单的 首先呢 作为富裕城市的顺利长官 他的工作一定非常的繁忙 然而 当他听到耶稣要来的消息后 他却放下了所有的工作和应酬 可见他把耶稣放在了很重要的位置上 其次呢 当他到达现场 却发现人群阻然了他的视线 因为他个子比较矮 但如果想要闯进人群呢 很可能被人暗算 因为沙盖并不受人待见嘛 所以如果沙盖只是出于对耶稣的好奇的话 只是想要看个热闹的话 那当他看到这么多人 然后再看看自己的身高 很可能就转身回家了 然而他并没有就此作罢 而是做了一个 跟他身份不符的一个举动 经文说到 跑到前头 爬上山树 那在犹太社会呢 但凡有点身份的人 都不会在公共场合奔跑 更何况爬树 小孩子爬树我们可以理解嘛 但是大人爬树呢 就有点不可理解 敢问大家如果在街上 看到一个大人在树上爬 会觉得他脑袋有问题呢 同样的 沙盖哪怕是被犹太人所厌弃 但好歹在耶利哥城呢 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 但他为了见耶稣 可以说把所有的羞耻和面子都放下来了 可见沙盖是真的想要认识耶稣 他真的期待耶稣能够带给他生命的改变 那对于沙盖的举顿呢 耶稣当然是看在眼里 在无数簇拥的人群当中 主耶稣此刻唯独抬头看向了沙盖 并出乎意料地叫出了沙盖的名字 沙盖快下来 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 弟兄姐妹 恩典就是这样 临到一个不配得的人身上 这是圣经记载主耶稣第一次 主动要娶一个人家里留宿 还是一个被人瞧不起的一个罪人的家里 那对于沙盖而言呢 他原本只是想看一眼耶稣就知足了 但没想到耶稣却想要跟他一起同住 这对他来说是何等荣幸和喜悦的事情呢 要知道沙盖是被当时社会所唾弃的对象 他不仅被犹太同胞厌弃 也很可能被逐出家门 因为犹太人对家族的观念和我们华人是很相像的 一旦家族中有一个人违背祖宗的规定 干卖国求仑的事情 那一定是被逐出家门 就当没有这个孩子一样 所以可以想象 开个玩笑话说 沙盖当时穷的真的只剩下钱了 他既没有家人 也没有自信的朋友 围在他身边赚的那些人呢 也只是看重他的身份 亏是他的财富 沙盖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被爱的感觉了 他虽然生活在深色全麻的上层社会 但是他心灵却一直找不到爱的感光 这很可能就是他要寻找耶稣的理由吧 但如今他所仰慕的耶稣 那位家喻户晓的大人物 居然要来到他家做客 还要与他聊天 还要与他分享从上帝而来的爱 这对他来说呢 这真的比中的六十万彩票更加来的高兴 因为耶稣的举动 带给他生命无与伦比的亮光和温暖 于是沙盖就挤满下来 欢欢喜喜的接待了耶稣 不但如此呢 当他领受了这恩典之后呢 随即用实际的行动来表示了内心的感激 他马上在众人面前向耶稣承诺说 主啊 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 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 沙盖以实际的 而且超出律法要求的行动 回应了上帝这五条件的爱 然而 对于此情此景呢 群众的反应是怎样的呢 经文记载道 众人看见都私下一论说 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 为什么群众会有这样的议论呢 因为他们认为 耶稣住在沙盖家 是一件有失体统的事情 犹太人看沙盖是罪人 看自己是义人 那义人呢 就应当远离罪人 免得被罪人给污染了 而耶稣作为犹太人的拉比 或先知或有崇高道德的人 那就更应该要远离罪人才是 所以他们很不理解耶稣的做法 那在之前呢 耶稣就常常因为与罪人一同吃饭 而被法利赛人批评 然而这次他更加得寸进尺 居然要住在罪人的家里 这更加超出了他们认知的范围 然而对于群众的反应呢 耶稣却说 今天救恩到了这家 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 在此呢 耶稣宣告了恩典的福音 就是救恩临到那些本不配得的罪人身上 耶稣来到世上 是为要将恩典带给那些世上的人 而这也正是耶稣的使命 也是福音的核心 可以说 从撒盖的身上 我们看到了罪人对恩典的寻求 从群众的身上 我们也看到了恩典的失上 然而从耶稣的身上 我们却又看见了对失上者的恩典 所以我今天的题目 《失上恩典》呢 就有包括这三点的考量 我想从这三个不同的层面 去探索何为恩典的福音 以及对我们献金的意义 首先 从撒盖的行动中 我们看见了罪人对恩典的渴望 而正是这份渴望呢 让他找到了耶稣 也找到了生命的意义 那从路加的技术手法当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 撒盖经历了一个从上到下 又再次从下到上的奇妙的过程 从经文中记载 他从税利 税利长 耶利哥成的高高在上 然后再到他的身高矮小 路上奔跑 直到他爬到树上的时候 他的个人形象呢 已经跌到了谷底 但此时他却离耶稣最近 直到他被耶稣看见 被耶稣认同 对他而言呢 这是他人生的高观时刻 从中我们看到 撒盖他突破了金钱 身份 排挤 面子等诸多地上的阻碍 最终寻见了耶稣 可见外在的阻拦和挑战呢 其实并不构成 我们不去做一些努力的理由 真正阻拦我们的是内心当中 那些我们所看中的东西 有位泽人说 让人与耶稣擦肩而过的 不是空间的距离 而是心灵的距离 寻见耶稣的方式 不是你带了多少东西去见他 而是你能放下多少东西来见他 所以弟兄姐妹 对于一个真心寻求耶稣的人来说 上帝从来都预备着那条路 只要你肯放下自己的骄傲和偏见 看到自己是一个需要救恩的罪人 是个渴望恩典的失散者 那么你就可以寻见耶稣 就像耶稣所应许我们的 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找到 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其次呢 从群众的回应当中呢 我们也看到了恩典的诗上 群众无恩的回应呢 让我想起了杨斐力所写的那本《恩典托奇异》里面一个真实的故事 那这个故事呢是他从他朋友那边听来的 那位朋友这样对杨斐力说 他说 有一个处境悲惨的妓女来找我 他无家可归且疾病产生 也没钱给他两岁的女儿买奶粉 他身类俱佳地告诉我说 他把两岁的女儿出出给有性癖的男人 这样赚到的钱比他整晚挣得还多 他还说他这是身不由己 因为这样他才有钱吸毒 因为他已经上瘾了 而我简直听不下他龌龊安葬的故事 首先想到的是要先举报这个儿童狩猎案 但也实在不知道该对这女人说什么才好 最后我问他有没有想过到教会去寻求帮助 我远远忘不了她脸上无辜的正经表情 她叫道 教会我怎么会去那儿 我已经觉得自己很烂 教会的人只会让我觉得自己更烂 这位妓女的反应呢 不得不让我们深思今天的教会怎么了 在耶稣的时代 那些穷困潦倒的人都会聚集在耶稣的身旁 而如今同样的人 却不被那些跟随耶稣的人所接纳 或许我们不得不承认 我们也跟当时那些指责耶稣 与罪人在一起的群众一样 不明白恩典的真正行义 也做出了许多无恩的举动 对于世上的罪人 我们常以苛刻的道德和律法 来要求和拒绝他们 却吝啬于以耶稣的恩典的方式去接纳他们 比如我们对同性恋者 离婚者 堕胎的女人 甚或是吸毒者等等 我们是以怎样的态度对待他们呢 我很担心我们基督徒本来是清香剂 结果变成了杀虫剂 哪里有蟑螂 喷 哪里有蚊子 杀 哇 这里还有很多邪恶 再喷多一点 于是呢 我们成了道德的审判者和终结者 但身上却丝毫没有散发出 一丁点耶稣的新香之气 当然我在此并非是要全旁否定教会所彰显的恩典 我也看到或听到不少教会 对贫困人士流浪汉或是监狱犯人的事工 都是很有爱心的基督徒积极参与和管理的 但我们也不得不警醒 教会也有弱点 我们也有弱点 也会有恩典的世上 因此我们必须常常寻回这份世上的恩典 那如何寻回呢 就让我们来看看耶稣吧 著名的神学家田立克就曾如此描述耶稣说 耶稣有能力爱参计满汉暴徒 只因为他看透堕落的污秽表层 只因为他的眼目能捕捉蕴含于每个人 每一件事所具有的属天原貌 更要紧的是他也赐给我们崭新的眼目 耶稣爱一个罪恶满盈的人 帮助他 因为耶稣看到他只是犯错的神的子女 耶稣看到他是个天父喜爱 做错事令天父忧伤的人 耶稣看到神对这个人原先的创造样式 以及希望他成为什么样的人 耶稣穿透鞍张污秽的外表 看见的是背后的真帽 耶稣没有以他的罪来辨识他 而是从最终看见其实不属于他 却捆绑挟制他的怪力 他会从最终得释放重寻真我 耶稣能爱人 因为他的爱能看透虚假的表象 是的弟兄姐妹 耶稣爱我们这些罪人 他以我们为傲 以我们为乐 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 有多优秀 而全然是因为上帝无条件的爱 就像耶稣他临死之前 将恩典赐给那位挂在十字架上的强盗一样 那位强盗永远不会研读圣经 或者参加教会 也无法做任何的事来弥补他一生的过错 甚至他对耶稣的归信 也可能只是出于恐惧 但只因他一句话 耶稣求你纪念我 耶稣就应许他说 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这里其实令我们感到惊讶 难道救恩可以这样轻易得到吗 然而事实就是如此 我们蒙恩得救 不在乎我们为上帝做了什么 而在乎上帝为我们成就了什么 这就是恩典的福音 那上帝为我们成就了什么呢 就如耶稣在这段经文所说的 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 是的 上帝并非只是站在那里等着罪人 然后张开双臂说来吧 不 他不仅站着等 像那位等待烂子的父亲 他更是出外寻找 像牧人寻找丢失的羊 像富人寻找丢失的铜板 甚至那位无限的天父 踏上漫长的道路 从神变成人 甚至为我们这些罪人牺牲 死在十字架上 而他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寻找拯救世上的人 就像他曾经拯救世上者杀该一样 如今这份救恩也是这样领到了我们的身上 而我也是其中之一 回想起自己以前生命的观景 奉恨受伤固执自以为是 因为小时候父母经常吵架 而每次吵完架呢 母亲总是向神哭诉祈祷 或是咒诅或是埋怨 这让我打小对母亲所信仰的这位神就不怀好感 甚至将所受到的所有伤害和委屈 都怪责到神的身上 后来我去城里读书 更是与神疏远 加上所接受的无神论教育 使得自己的心变得越来越干硬 也变得越来越孤僻和骄傲 即至上的大学 更是像脱缰的野马出荣的小鸟 终于摆脱了高中防重的功课 和父母不厌其访的唠叨 以为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 结果却是更加的茫然 因而沉迷游戏 无心学习 大一就挂了科 成绩也惨不忍睹 然而更可怕的是 我将这一切都当做了常态 冷漠且无望的准备度过这 陆陆无为的四年大学生活 我被社会和家庭 无恩的所恋所困 然而上帝却在我生命中 吹奏起恩典的音符 点燃起生命的亮光 大二我加入了校园的团契 在其中我亲身经历了上帝的医治 饶恕和美善 弟兄姐妹无条件 对我的爱和关照 让我清楚知道 这单单是出于神的恩典 而不是因为我配的 包括我现在 在新加坡商业神学院 接受神学装备 但费用全免 因为新加坡圣公会教区 对我的全额支柱 还包括我在新年期间 来圣商业堂崇拜 还收到了一笔不小的红包 我常常想 我算得了什么呢 为何恩典就这样免费 白白地赐给我呢 然而我现在开始认识到 这就是来自基督的恩典 而我能做的 也是和沙盖一样 以感激的心和实际的行动 来回应上帝的爱 虽然依旧渺小 但仍将努力地 把这份失散的恩典 重新散发到这个 冰冷且无望的世界中 所以弟兄姐妹 你是否也跟沙盖一样 被罪所困呢 被人歧视 被社会排挤呢 你是否感觉没人爱你 是否觉得生活无望呢 来到耶稣的面前吧 祂是慈爱又恩慈的上帝 是不求回报的上帝 更是到处寻找罪人的上帝 今日救恩已经临到了我们 你愿意伸出手 来领受这白白的恩典吗 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天父 谢谢你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就爱了我们 我们晓得我们能寻见你 是因为你先寻找了我们 我们能够爱你 也是因为你先爱了我们 我们本是沉沦且无望的罪人 但你却不惜一切代价 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我们 将这昂贵的恩典 白白地赐给我们 然而我们的心 却惨惨胆怯 无法相信这样的好消息 是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 就可以得到的 也不相信 有这样慈爱的父亲 一直在等候着我们回家 主啊 求你的圣灵 再次感动我们的心 挪去我们生命中 一切的不幸和阻挠 引导我们 重新回到天父的家里 与众圣徒一同作息 享受这属天的盛宴 祷告祈求 奉考救赎耶稣基督圣明 阿们 非常感谢四位弟兄 为我们传讲上帝的信息 那确实像刚才四位弟兄 跟大家所分享的 我们所领受的这一份恩典 的确是白白的 是无价的 但是它绝对不是廉价的恩典 而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祂为我们付上了生命的代价 也愿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特别是第一次来到 我们教会当中的朋友 能够也有这个福分 认识 以及接受这一份的恩典 那接下来呢 就由我们一起的来听 回应诗奇异恩典 并默想歌词 作曲 李宗盛 奇异恩典 何顿甘甜 鲜艺 我最异的奢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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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我世上 竟被寻回 瞎眼睛的看见 如此恩典 是我敬畏 是我心的安慰 诸心之事 其梦安慰 真是何本宝贵 许多危险 失恋忘落 我已安然行光 靠出恩典 完全不怕 等命到我回家 阿里 阿里 感谢耶稣 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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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姐妹 这是让我们一起的起立 我们一同以使徒信经 来宣认我们的信仰 我信上帝 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 上帝独生的子 因圣灵感应 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 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 被钉于十字架 受死 埋葬 降在阴间 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 升天 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审判 活人 死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儿公之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体复活 我信永生 让我们坐下 让我们一起的有一段 带导的时间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你 今天透过四位弟兄的信息 告诉我们 我们曾经都是失丧者 因着你的恩典 我们能够来到你的家中 成为你的儿女 我们也恳求你的圣灵 都时时地提醒 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和朋友 能够得到这样的福分 是你给我们莫大的恩典 也愿我们都能够以感恩的心 来回应你对我们的大爱 让我们的生命 也都能够流露出 主你自己的心 基督的芬芳 我们感谢你 主我们也特别来纪念 我们教会当中的各项的事宜 也恳求你都纪念 我们教会信仰课程 和启发课程的顺利地开启 恳求恩主你也加添 力量给我们的讲员 红传道 还有我们各位负责的牧者 同工和领袖 也让我们都能够在学习的当中 我们能够更加地认识你的真理 也能够加深彼此的关系 我们也特别纪念 我们在四月份的会友大会的 顺利地召开 恳求恩主你都保守 无论是我们执事选举的提名等等 以及我们在会友大会上 即将讨论的两个重要的事项 就是我们福州堂和福建堂的 行政的合并 还有我们平安乐林群区的 管理权的移交 我们恳求恩主你都全权地掌管和引领 这两件大事情 也让我们的教会和我们的社区的服务 都能够在我们各自 你所分配给我们的专业的领域当中 我们能够更加集中精力地服饰 能够更有效地管理 你所赐给我们的这个事工 也好让你的事工 主应着有专业化的团队的管理 能够更有效地来运作 将你的恩典的福音 带给更多的灵社们 主我们感谢你 也恳求你保守 为执事提名的顺利地进行 也感动每一位的敌事 执事 有这个心理的负担 愿意来承接使命 能够来承担带领教会的责任 与牧者同国们 一起地来管理教会 使我们的教会 能够朝着一个更合省心意的 一个方向来进展 我们感谢你 主我们也求你也纪念 我们教区的领袖 张主教 罗主教 黄俊谦会理长 以及在各个牧区教会医院 社区服务 学校 以及我们六个宣教区 服侍的牧师 传道以及同工 恳求恩主 你继续地加添他们的心力 保守他们身体的健康 使他们都能够远离病毒 也恩高他们的服侍 赐福他们的家人 使他们的家庭 都能够成为一个坚强的后盾 成为他们在服侍工厂上 为主夺得灵魂的一个坚强的 一个的港湾 我们感谢你 也恳求恩主 你也纪念 教区特别讲座 圣灵人生 以及这个新移民事工的 事工的顺利地来进行 也透过渴望这两个事工 能够将你 给教区的这个意向和心意 能够带给教区 每一位的弟兄姐妹 都能够来回应 你给教会的这个意向 我们赞美你 也恳求主 你也纪念我们新加坡 这个国家的新冠的疫情 以及这个经济的复苏的步伐 求你纪念国家领袖 和医护人员的身心灵健康 也保守本国和其他国家之间 这个疫苗接种者旅游通道 能够进一步地得到恢复和扩大 也使很多久未见面的亲人 能够团聚 也恳求恩主 你也特别纪念 目前正在战争状态当中的乌克兰 求你也保守 赐给各国的领袖们 能够以智慧 并且也都能够愿意通过谈判 协商等外交的方式 能够使这个危机 都能够早日地过去 特别也求你也纪念 在乌克兰那些 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们 能够尽可能减少 他们生命的损失 使他们也能够尽快地来恢复到 一个正常的和平的生活的环境当中 我们求主你亲自的纪念和带领 主我们也求你也纪念 我们的热联群区的主任 蔡宏达及其家人 还有我们在越南的宣教士 林爱泉弟兄的家人 以及王小凤姐妹及其家人 都祈求恩主你多加添 他们的心力 也让他们和他们的家人 都蒙主你大大的保守 也恳求你赐给他们 都有健康平安的身体 我们感谢你 也求你也纪念我们教会当中 软弱的肢体 求你记一面特别纪念 在我们当中感染光病的 弟兄姐妹们 能够借着休息和药物 能够早日地恢复健康 我们也在继续地以祷告 来拖住彼此 我们这样同心合一 线上的祷告 都是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所求的 阿们 让我们继续地坐下 让我们此时 遵照主的教导 来同心地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父的名为圣 愿父的国降临 愿父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求父今日赐给我们 又求饶恕我们的罪 如同我们饶恕得罪我们的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拯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权柄 荣耀 全是父的 世事无尽 阿们 主里面的弟兄姐妹们 早上平安 在做我们系列的 家训分享之前 首先要欢迎一位的新朋友 我们有一位叫做 谭翠玲姐妹的 她是在 她坐在场馆那边 我们欢迎她 翠玲欢迎你 参加我们的聚会 希望以后也常常有机会看到你 欢迎了新朋友之后 我们就马上进入 我们的系列的家训 首先今天同样有小组 虽然我们知道政府的那个 进一步放宽的那个阻断措施 是被延后了 我们原本以为下一次的 圣餐主日也会有一些特别的安排 不过因为延后了 但是小组呢不受影响 我们仍然会有小组聚会 所以今天在教育厅 我们有喜乐族 那么在四楼的这个儿童主日学 之前用过的那个 恩慈寺 会有我们的开心族 今天又喜乐又开心 我们仍然是在线上有这个Zoom的这个聚会 是每个月的第一个周五 好 我们的下一次的这个祷告会 是在3月6日 也就是下个星期 我们由于上次有公布过 由于英文不需要用楼下的那个聚会厅 那么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祷告会 就完全是在线上进行的 所以主日崇拜后 大家吃个午餐 或者回家吃了午餐之后 记得在1点15分的时候 我们一起上线 在线上我们有我们的这个祷告会 接下来我们会开始我们的启发课程 那今天在大家的周刊里面 大家也拿到这一份彩色印刷的 这个除了告诉我们所有的日期 都是在星期六两点到四点之间 那么它也告诉了我们一些的这个 会谈到的一些的内容 那这一张卡也可以用来做一个邀请 如果你有还没有信主的弟兄姐妹 或者是刚刚信主对信仰还不是很确定的 想要多认识我们基督教信仰的 那请你把这个交给他 然后因为上面有日期 有时间 还有课程 那么作为一个提醒 他就可以按照这个时间 来到我们教会和我们一起的一个聚会 那也通过这样子的一个启发课程 我们就更加认识我们基督教的信仰 活力星期五仍然是在继续的进行 从我们二月上个月 不是上个月 这个月现在还是二月 开始了之后 我们还是同样是在每个月的第二个星期五 有我们的这个活力星期五 那聚会的时间是在早上十点半开始 在楼下的这个崇拜厅那边 那么这一次我们也会跟上次一样 有那个所谓的赞美超 有讯息 有诗歌 也有一些的带导的时间 帮助大家通过这样的活动 更认识教会 更亲近上帝 阳光计划的过程 在过去的日子里面 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团契 然后要做这样的一个事工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它就没有正式的 很好的运作 停了两年之后 现在疫情差不多要走到一个尾身 那这个计划 这个事工会有一些的变化 昨天下午的时候 我和日姓还有几位的弟兄姐妹 就参加了这样的一个说明会 我们对这个说明会 对这个事工也有多一些的了解 所以接下来会有一些的改变 会有一些的调整 但是基本上 它的那个运 它的那个所谓的本质 是没有什么改变的 就是我们还是会在美之路 还有乔治王道或者其他的一些地方 在我们这个邻里的附近 去结交一些的热灵长者 然后通过认识他们 跟他们交朋友 帮助他们知道 他们所可以得到的一些社会的关怀 包括精神上的资源 包括物质上的资源 怎么样把他们跟这个平安邻里 群区联合在一起 那也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可以多认识一些朋友 那也能够有这个机会 把福音传出去 所以鼓励弟兄姐妹们 如果想要多了解这个阳光计划的事工的话 可以联络我们的教母 我本身两位传道爱全弟兄 或者是日姓直视 他也会在当中协助我们 那讲到我们的宣教室 大家今天发觉爱全弟兄 不知道我们当中 几个礼拜前 主教就宣布我的感染疫情 今天就是爱全弟兄 也感染了这个COVID 在家里休息 所以大家也在祷告中多纪念他 但是也顺便告诉大家 这不是太过可怕的事情 然意的话就好好的休息 康复了之后 我们继续的奔走这条属灵的道路 好 我们接下来就要讲 我们的这个常年大会 常年大会会分在 sorry 不是常年大会 大灾节期 大灾节期大家刚才已经看到了 我们张主教的那一个短短的勉励 这个勉励的连点 那个link 过后我们也会透过教会的广播网 发给大家 那你们可以 如果刚才在一瞬间听的不是很清楚的话 可以再回去再看 再听听 主教勉励我们要做些什么东西 那么我们以往都有这个大灾40天的这个灵修的手册 那今年我们教会拿到是比较少 只有十多份而已 所以比较鼓励弟兄姐妹们就通过我们网络上 这个 这个 我们周刊上面的这个link 这个连点 直接上去 然后你就可以拿到是电子版的 所以如果熟悉用手机 或者用电脑的弟兄姐妹可以直接上去 用电子版 那如果你对用这些电子器材有困难的 那你想拿到一份的灵修手册 那请跟修林传道或者是我们的招待组长去联络 我们尽可能安排一份给你 就尽量把这些留给那些不太会用手机的弟兄姐妹 那如果你会上网去拿的 那就比较鼓励你用网上的版本 因为每天早上都有新的出来 那你每个早上就跟着去做这个灵修就好了 接下来是包括我们的常年大会 我们知道在4月份 4月10日 我们富州堂会有我们的常年大会 4月17日是富建堂的这个常年大会 那执事们大家可以从周刊上面看到说 我们已经提名参选执事的一些的弟兄姐妹 都分别是富州堂、富建堂都记录在我们的周刊里面 那今天呢就是报名的截止日期 截止时间是下午2点 所以如果还要赶上末班车的提名人士 那请记得在今天2点之前 一定要把这个提名表格交到我们办公室去 那么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常年大会 有比较重要的这个议决案要通过 就是我们的富州堂、富建堂的这个行政合并 还有我们因为这个合并 也会有一份新的这个教会的章程 那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这个 这个Electoral 这个 不是候选名单 Electoral是什么 我们的这个 什么 OK 那个会有名单 已经放在楼下的布告栏那边 那我们也会把这个新的这个章程 这个新的constitution 也是贴在那边 所以大家知道说我们 新的章程会有什么样子的改变 以后怎么样子的一个合并的一个形式 大家可以下去楼下 可以看 那如果你需要电子版的话呢 同样的通过你手机的那个广播网 就发一个简讯给秀琳说 我需要那个电子版的 那我们就会把电子版的发给你 你也可以在那边来阅读 希望弟兄姐妹们多了解一下这个新的章程 那么到这个常年大会的时候 投选你就知道 你接受或者你不接受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所以大家一定要先去看过 这样我们才可以做一个 我们明白我们的决定是什么 最后是两项的这个教区的活动 首先就是我们的这个圣礼人生 是在3月5号星期六进行 那详情大家可以在周刊里面找到 同样的我们的这个新移民事工 也是在这个周刊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新移民事工的更多的详情 报名截止是在3月7日 那么正式举办的时间是在3月12日 下午2点到4点半 这次也会有相当多的一些的弟兄姐妹来参与分享 所以鼓励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样的一个活动 最后是我们建堂的这个筹款 重新建立我们这个储备金 那么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 也这个数目一直在上升当中 所以继续鼓励弟兄姐妹们 在这方面来参与这个奉献 那教会在这个疫情期间 我们领受奉献的方法 最少有四个 来崇拜的时候 我们前面还有后面有这个奉献箱 那大家也可以通过支票 或者通过线上转账 或者你看到那些 我们今天周刊后面有一组的这些的二维码 如果习惯用手机程序的 也可以通过这个二维码 用被闹被拉的方式 来做你们的奉献 好 我们的系列报告就到这里结束 我们一起预备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 这个时候我要邀请弟兄姐妹们 一同的起立 我们一同来宣告我们的奉献礼文 主啊 尊贵 能力 荣耀 显赫 威严 都是你的 凡天上 地下的都是你的 万物都是从主而来的 我们把从主而来的献给主 弟兄姐妹们请坐 我们要领受从主而来的祝福 愿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使你们认识敬爱上帝和圣子 我主耶稣基督 有愿全能的上帝圣父圣子和圣灵 所赐的福将在你们当中 常与你们和你们亲爱的家人 永远同在 阿们 弟兄姐妹们 我们这时候来听我们的三会诗歌 耶稣爱你 诗歌结束后我们莫倒三会 诗歌曲 李宗盛 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 那就是耶稣爱你 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 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你是否愿意同为神的儿女 一生让耶稣爱你 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返 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Zither Harp 那就是耶稣爱你 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 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你是否愿意同为神的儿女 一生让耶稣爱你 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常犯 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 那就是耶稣爱你 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 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常犯 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返 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在世上没有任何的爱隔绝 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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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